我听见自己说的话 我听见我的过程话 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 黎兹演艺工作非常顺利 最后还找到了好老公 嫁给富商马亭强 黎兹婚后幸福美满 马亭强甚至帮黎兹 开了一间医美诊所 还成为香港上市公司 转眼间黎兹已经46岁了 最近曝光一些照片 可是吓坏不少粉丝 黎兹戴着白色的毛帽 对着镜头微笑 网友发现黎兹笑容僵硬 下巴太长 最可怕的是眼睛竟然没有眼白 和年轻时比比真的差很多 粉丝哭喊还我清纯的小结巴 45岁男神牧村拓哉 最近和高中同学 艺人贵妇孙子一起上节目 不过牧村在镜头前似乎状况不佳 眼间的网友发现 牧村的眼带还有法令文明显 两家也很松垮 整个人感觉急速老化 网友直呼 玉女和男神都难以对抗 岁月的摧残 岁月的摧残